不過回到台灣看到醫師沈正南在臉書發文 說疫情可能會有反撲的情況 他說按照現在拘檢10加4 可能會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因為病毒出現超常潛伏期 而且舉出所謂企業家夫婦的案例 說態度造成 上海迪士尼大批採檢人員進駐 中國疫情再爆發 而接下來春節台商回台 也跟著埋下隱憂 指揮中心日前放寬春節檢疫政策 第10天後可回家隔離 但就有醫師指出 這可能讓台灣疫情再拉警報 醫師沈正南用迪士尼染疫風波為例 在臉書po文 他指出如果是入境當天感染 再加上超常潛伏期 那麼會在10加4的後4天發病 傳染力絕對不會太低 提到現在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但有解封後疫情會再爆 7月家跟他的配偶 那個其實就是一個典型的突破性感染的區分 就是會傳給家人 雖然大部分是群政 但如果不小心傳給沒有打疫苗的老人家 其實就有可能產生重症 你就怕有一個疏漏 後4天那邊要少量病毒進來 然後大家的防護又沒有做得不夠好 那可能就會令人擔心 是不是產生下一波群聚感染的危險 再點出金融企業家染疫就是類似案例 因為太太在隔離14天後裁檢才確診 很有可能是太太傳給先生 病毒出現超常潛伏期 醫師強調可能在釀成隱形傳播鏈 那一般來講 其實我們重點還是會在於後面的10加4 後面的7天就是所謂的自主健康管理的部分 可能在那一塊的部分來講 民眾可能還是要多所留意 14天自主管理還需謹慎 就怕疫情反撲 國人來不及應對 暴風雨前的寧靜人人自圍 嚴防群聚感染發生防範病毒恐怖擴散 記者綜合報導